嗨 大家好 这次带来是可颜可甜的初秋妆容 用到的是香奈儿的雾面彩妆系列 使用不同颜色的唇釉以及唇笔 打造不一样的感觉 假如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跟我们往下看吧 首先呢 这是我遮完霞 画好眉毛的一个状态 第一步呢 我们使用香奈儿的气垫水粉底 这个气垫的粉铺超级柔软 上脸很舒服 接着呢 我们再占取水粉底 均匀的按压脸部 这个粉底的质地很独特 是那种褶零状 像鼻翼啊 以及脸颊泛红的地方 可以多次轻拍 增强它的一个遮瑕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半张脸的效果 整体的妆感自然清透 接着呢 我们再把另外半张脸给上完 整个清透无瑕的底妆就完成啦 定完妆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香奈儿的四色眼影308 它是一盘很经典高级的大地色 粉质很细 整体显色度很适合新手来操作 首先呢 我们用最浅的米色 给眼皮打一个底 再用第二浅的大地色 涂在比达底范围更小的位置 打造那种自然的层次感 顺便呢 要戴上我们的下眼影 接着呢 再用暖棕色来加强我们的眼尾部分 使我们的眼妆看起来更有轮廓感 看起来更加深邃 这一盘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那种肿眼泡 或者是容易浮肿的内霜妹子呢 画完之后呢 我们用一把干净的运染刷将眼影整体都运染一遍 让眼妆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最后呢 用这个深棕色画在我们眼线的部分 让眼睛更有神 这一盘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就是我心目中最高级的配色 谁用都不会出错 接着呢 用到的是双效眼彩笔12号色 来画我们的内眼线 这只眼线笔的质地很顺滑 也很特别 因为呢 它还可以当眼影用 涂上睫毛膏 一个经典百大的日常眼妆就完成啦 接着呢 我们再使用香奈儿的腮红440 一个很元气的桃粉色 就是我们上腮红的时候 一定要少亮多次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有气色 可颜的妆容呢 一定要有温柔的豆沙色 这一支呢 是炫亮魅力印记 纯釉196 它呢是一支绝美的豆沙奶茶色 质地很轻盈 伤嘴呢是半哑光 又带一点微光泽的效果 超级显气质 我个人非常喜欢 第二支呢 是唇釉174 一支很秋冬的黑加仑色 涂上它之后呢 气场以及气质 立刻加分 可甜的妆容呢 一定要有甜甜的橙色 这一支呢是香奈儿唇笔259 唇笔质地很顺滑 它呢是一支很云气的橙红色 也是亚光质地 但是上唇完全不干 稍微几笔 少女感就出来了 有时候只要改变唇色 就可以打造不一样的感觉 最后一支呢 是唇釉172 一支偏紫雕的粉红色 上唇之后呢 也是少女感十足 好了 这次分享的可颜可甜的秋季妆容就完成啦 也希望你